这是你们一下子就 来来来来 我以为是坏人 这次的男人主角是乘境 将这两个男人围起来 叫他们拿出新闻证件 还要抄他们的卡榜 那你们的刑事的警察的东西呢 我又没干嘛 有有有 你不用紧张 他们说他是便宜 但是又拿出证件也没收拾票 面穿在乘机 他没读到 假警察真的是手脚 相红总要玩到大小时 我刚才就出示证件了 你不要录 现在没有搜索票也没有取票 再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也不知道你们是谁的情况下 从背后不管这样过来过来过来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谁 有一名有出示像这样 这样一秒钟 这样马上这样拿起来一秒钟 不能录不能录 那其他三名 三名便衣刑警完全没有出示 个人是说 他对台北来婚姻找朋友 晚上要坐车去古铁站 一路车就让主称是 婚姻好被婚叫便衣行行走 说有人检计 他们找尾件片 所以的故事是 卡帮开开让他们检查 也没有什么问题 让民众接线 正常来说盘查的话是 穿着制服的远警来盘查 为什么是变因刑警来盘查我们呢 然后又不出示证件 因为没请这个 照警察这款行事法第四条 就要主动提出警察政策 才能拨打 民众也有管理骨折 如果是感觉要有管理 他会是可以提出议计 甚至要求外警要提出 临检议计团 只要团来提出所管和所项 便宜行警用口头说身份 当然接级 超后两名心机可疑的民众 没有任何的强制动作 也没有限制 这两名民众的自由 该言两名报案的陈述 与事实有所不符 这个天要回家 有所谓这一群人跟你围起来 说什么什么都会怕到 减乎公共规定合法 民众有疑问 可以提出心手 民众新闻台北报道